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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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过去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现在他已经停止了恐怖活动 没有和平伙伴就没有和平 最后拉丁真诚地说道 这个大会就是要向以色列人民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向阿拉伯世界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 那就是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支持和平 然后转身同站在身边的外交部长佩雷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弱大的国王光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拉宾比佩雷斯大一岁 两个人虽然在中东和平问题上保持一致 但是佩雷斯一直是拉宾的政治宿敌 两个人为了争夺工当领袖和总理宝座 已经明真暗度了二十多年 谁也不甘示弱 这位世人所知 人们还从来没有见他们拥抱过 一位以色列电台记者就上前问拉宾 说你们两人是不是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拥抱 拉宾笑道 事情在变 不仅仅是世界和中东在变 我们也在变 掌声渐落 拉宾佩雷斯内阁成员和全体集会者 唱起了象征和平运动的和平之歌 一些以色列演员也登台助行 就在集会达到高潮 人们深情欢畅之时 一个犹太青年离开了人群 守在车厂附近的保镖 甚至认为他是哪位政要的专职司机 没有一个人上前对他进行盘问 九十四十分 拉宾已经走过广场准备乘车离去 拉宾一边走 一边与热情的群众握手 就在这时拉宾突发奇想 他对佩雷斯说 你跟我说过 在这个大会上有人要行刺 不知道这人群中有谁会开枪 佩雷斯把他当作了笑话 一笑两知 在走向停车场的途中 一位记者协助拉宾夫人问 你为什么不说服丈夫穿上防弹背心 难道你不怕一个疯子会突然冲出来 向总理开枪吗 丽雅文婷此言吃惊的反驳道 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你疯了吗 我们在哪里 在非洲吗 我真不明白 你们记者怎么会有这么多怪问题 然而 让拉宾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疯狂的事情 马上就降临了 当拉宾走到自己的防弹轿车旁 正在保镖打开车门时 已经等待这个机会 都市的薰手 举起九毫米口径的贝雷塔盘手签 向拉宾的夫妇开一枪射击 惊慌失措的保镖鲁宾 走上前去试图搀扶总理 却把拉宾的背部暴露给了凶手 凶手又连开了两枪 一枪击中了鲁宾的肩膀 一枪击中了拉宾的背影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凶手一边开枪 嘴里还一边喊着 没事 这不是真子弹 在保安人员制服凶手的同时 防弹轿车载着身受重伤的拉宾 风驰电车般的驶向医院 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 集会于9点30分结束 拉宾就和外国世界一一握手道别 佩雷斯就首先走下讲台 拉宾的司机就问佩雷斯 那么总理什么时候离开 佩雷斯回答说 再等几分钟 之后呢 佩雷斯就趁车离去 就是提前了这几分钟 让佩雷斯躲过了这场灾难 据后来凶手共认 佩雷斯本来也在暗杀的名单之上 但是由于还没有见到主要目标拉宾 于是凶手就决定放过佩雷斯 等待拉宾的出现 所以可以想象啊 如果佩雷斯和拉宾一块走 一块退场 那么他很可能也有生命危险 拉宾被紧急送到了 伊赫罗夫医院相救 医生很快查明 子弹一颗打在脾脏上 另一颗植入脊椎 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是 其中一颗子弹竟是在国际上被明令禁止使用的达姆弹 俗称炸子 医生小心翼翼地取出拉宾体内的子弹 胆达姆弹已经在拉宾体内爆炸 打量的血管被破坏 血流如注 心血染红了手术胎 十一时十分 医生和护士满脸悲伤地走出了急救室 不少女护士脸上挂满了泪花 人们从他们的表情上读出了他们所不愿接受的事实 十一时十四分 拉宾的高级助手艾坦哈勃走出医院 向守候在那里的记者和人群宣布 抢救无效 拉宾总理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消息传出 以色列举国上下陷入悲痛之中 许多人都无法接受拉宾被刺身亡的事实 拉宾遇害的消息也同样震惊了世界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文讯后 同样深感悲痛 他说 我很震惊 杀害这样一位中东和平勇敢抵造者 让我感觉非常悲痛 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 称他为和平的殉道者 以扎克拉宾是以色列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是首位出生在以色列本土的总理 也是以色列首位遭到枪杀的总理 1994年拉宾因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所做的努力 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那么这样一位对中东和平进程起着积极作用的政治人物 为什么会遭到暗杀呢 那还要从头说起 拉宾于1922年3月1日出生在耶路撒冷 当时的耶路撒冷位于巴勒斯坦境内 一年后拉宾随父母迁到了特拉维夫 在这里他的父母不断东奔西走 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努力 拉宾从小就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训讨 1937年秋天 15岁的拉宾初中毕业就走上了从军之路 1941年6月 拉宾参加了二战爆发后 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组建的一支 旨在抗击轴心国的突击部队 帕马尔西 1945年 拉宾领导该部队第一步兵营 成功解救了海法以南 阿瑟里特集中营200多名犹太人 1947年10月 25岁的拉宾被升为帕尔玛西副司令 兼作战部长 一个月后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分制决议 大有双方争夺巴勒斯坦领土的第一次中东战争 随即打响 时任犹太突击部队 哈雷尔旅上校旅长的拉宾迅速打通了特拉维夫 至伊路撒冷的公路运输线 解决了伊路撒冷五万犹太人的给养问题 从而一战成名 1964年1月 42岁的拉宾担任以色列总参谋长 成为以色列军队的最高长官 1967年 拉宾辅佐以色列国防部长达阳 指挥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一军作战 在开战的第一天 6月5日7点到11点的四个小时之内 以色列空军就打掉了埃及304架飞机 在6天的时间里面就解决了战斗 以色列的装甲部队 动横膝在半岛 控制了金兰海峡 将约旦人赶出了耶路撒冷岛战 并且占领了叙尼亚的格兰高地 取得了历次中东战争中 以色列最辉煌的战斗 使称这场战争为6日战争 在6日战争中 以色列侵占了相当于本国面积三倍的阿拉伯领土 应该说是战果辉煌 但是相应的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使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长期处于紧张激烈的对抗之中 6日战争是拉宾军事生涯的顶峰 雅尔战争之后 埃及 叙利亚和以色列仍旧持续进行消耗战 以色列虽然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和平却遥遥无期 面对着这种局面 拉宾思考了很久 最终他做出了一个领所有人都很意外的距离 从总参谋长的位置上急流勇退 1968年2月 拉宾写去军职 出任以色列著名大使 1974年6月 拉宾出任总理 在拉宾的第一个任期 他便开始寻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途径 1984年 以色列成立联合政府 拉宾担任国防部长 在长期的战争中 拉宾对和平的基本原理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 他深信以色列的长远安全所需要的 不仅仅是积蓄军事力量 更需要政治的和解与妥协 拉宾曾是老战士 清楚什么时候该进攻 什么时候该防御 他不害怕残酷流血的战争 但也渴望让人惬意的和平 1992年7月 拉宾再度出任以色列总理 不久他就向阿拉伯国家发起和平攻势 拉宾表示 首先接受巴勒斯坦人提出的 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 和联合国第242 338号坠 1993年9月13日 在美国白宫的玫瑰花园里 拉宾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注视下 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 摒弃前嫌 握手言喉 1995年9月24日 以巴又共同签署了关于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卡巴血 给中东地区带来了和平的曙光 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称赞 拉宾因此和阿拉法特一起 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以色列极有势力反对于巴勒斯坦实现和平 骂拉宾是叛徒 卖国贼 约旦和西岸的以色列移民 以及利库德集团 等一些右翼的政治团体 始终抱着大以色列的这个理念 希望保住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占领的大部分阿拉伯领土 土地换和平的政策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一些人公开崩毁拉宾和佩雷斯的画像 围困拉宾的坐车 极右翼分子从今在以色列国会前 机会在他们的海报上 拉宾被化成穿着希特勒的衣服 双手宣血淋漓 几个黑色的大字上面写着 拉宾是犹太民族的叛徒 尼库德集团的领导人 大骂拉宾是个不屑无数的蠢才 一名犹太教的领袖甚至公然举行宗教仪式 祈求总理死期到来 最为严重的是1995年10月5日的一次反拉宾政府集会上 极端分子公开叫嚣要干掉拉宾 事情的发展正如一位政府官员所警告的 极端分子现在已经不是在言论上蔑视总理 而是想要他的命 没想到竟一语重地 那么杀害拉宾的凶手到底是谁呢 11月4日 以色列的媒体报道 凶手名叫伊加尔阿米尔27岁 生于以色列中部城市赫兹利亚 是一名法律专业的赛校大学生 他以前参加过作战行动 也当过警卫 所以身上有一只允许鞋带的肩膀 他被捕以后对警方说 此事是他一人所为 他的父亲是信教的经文抄协者 母亲是幼儿园教师 他在家里的八个孩子中还很老二 据邻居们说 他是个温顺有礼貌的孩子 乐于助人就是有时不爱说话 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 阿米尔行凶后没有设法逃脱 当时他非常明白自己处境的危险 做好了被擒货 甚至被乱枪击毙的心理准备 他被蜂拥而上的保镖们抓住后 立即被押送到车内 警方担心凶手死在愤怒的人群的拳脚下 更怕有人趁机浑水摸鱼杀人灭口 让人们奇怪的是 一个温顺礼貌安静 专门学习法律的大学生 一个众人眼中的好青年 为什么会干出如此害人的举动呢 11月6日 阿米尔在法庭上说 我不后悔 枪杀总理是因为拉宾 想把我们的国家拱手送给阿拉伯人 他在镜头前面十分平静 要与拉宾的政策 一个巴勒斯坦国正在建立起来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阻挡和平的进程 他还坚持表示 这个行动是我一个人单独干的 侍奉上帝的旨意干的 警方经过初步的调查之后 发现阿米尔重新参加过 右翼分子在西岸建立 非法定据点的活动 他与一个反阿拉伯组织 艾亚尔有点联系 这个艾亚尔组织啊 是被取缔的极右组织 卡货运动的分支机构 激烈反对 以色列政府 从巴贴组织达成的和平协议 这个组织的领导人 阿威十一 纳维夫 迅速被警方强化 那么纳维夫在警方的询问中 声称他认识阿米尔 但是呢 他否认这次暗杀活动 和他的组织有任何关联 另外呢 以色列记者不断的从巡护机上 收到属名为AIN组织的信息 称称这次暗杀呀 是他们干的 AIN就是以色列 报复组织的 西伯来文的这个文首字母的缩写 这个组织啊 以前大家并不太清楚 他们宣称这次谋杀 是他们所为的 但是呢 警方却没有找到 阿米尔与这个组织 有联系的丝毫证据 尽管阿米尔态度强硬 拒绝供出同谋 或与这有关系的极端主义组织 但是警方很快 还是发现了一些蛛色马迹 拉宾总理所中的达姆弹改装 需要特殊的工具和高超的技术 阿米尔的兄长哈加伊 就是改装子弹的同谋 11月6日在法庭听证会上 哈加伊对此公认不讳 他说 我给弹头做了一个接口 加了一颗铁丸 形成了一个空心 从而使得子弹命中率最高 仅此而已 后来警方证实 医生从拉宾体内取出的那颗达姆弹 就是哈加伊改装过的那颗子弹 以色列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不断传唤相关人员 有人向当局反映 与阿米尔交情很好的两名同学 思想也很激进 在他的床下还发现了 埃亚尔组织的反政府传单 阿米尔的一位名叫斯科尔尼克的同学 被警方认为参与了此次行动的策划 另外还有一名女同学 也被认为与此案有关 埃亚尔的领导人 在拿兵被害后的第三天就被逮捕 11号 警方逮捕了涉嫌向阿米尔提供武器的一名 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现役军人 至此 涉嫌与此案有关 而被拘捕的人数 已经增至其人 不过 警方始终没有找到 把这些人相互联系起来的有力证据 美联社报道在以色列以心血和子弹上演的犹太人狂热行动 其极右翼势力的源头在美国 阿米尔行雄被捕后 一批美籍犹太人随即开通电话热线 为提阿米尔辩护进行募捐 以色列政府因此受到了强大压力 为了防止美籍极端分子带来进一步的混乱 以色列环境部长约西萨里德不得不采取措施 他说 使任何犹太人都有权移居以色列 并成为其公民的回归法 应该修正 警察部长沙哈勒也对记者说 他放弃了早些时候做出的 拉丁是以强大的又以阴谋集团受害者的断言 谋杀拉丁的活动 只是以认罪的凶手阿米尔和他的哥哥哈加伊策划的 阿米尔后来被判无期徒刑 多年以来 他的家属和一些右翼分子不断宣传 呼吁为阿米尔减刑 但佩雷斯巴拉克等政府高官坚决拒绝减刑 巴拉克说 这个卑鄙的犯人不值得人们记住他 我只能这么说 他受到的惩罚不应该减轻 他应该待在监狱内直到死亡 调查在无法找到广泛证据的情况下结束了 凶手也受到了惩署 然而由于这一暗杀而引发的连锁反应 在伊斯利国内却并没有结束 暗杀发生以后 人们纷纷指责国家安全总局 新贝特犯下了不可宽恕的重大错 新贝特是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的西伯来伦的英译 这个局是以色列五大情报组织之一 成立于1948年 这个局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确定国家重要设施 机构及党政要员的安全 新贝特保卫重要人物的传统做法呀 是形成三层的保卫圈 即外围圈 禁围圈和无尽圈 外围圈的作用是把现场与外界隔开 并使现场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中 禁围圈呢 主要任务就是把现场人员和被保护对象隔离开 使现场人员无法近距离面对被保护对象 而吴俊倩的作用呢 就是使任何无关人物啊 均不得进入此圈 警卫人员应确保被保护对象 处于手枪的有效精确瞄准的范围之外 尽管有着严密的安保措施 新贝特的安保人员却存在一个致命的心理盲区 他们对于来自犹太人 而不是阿拉伯人的袭击毫无心理准备 一个持枪的犹太人在他们面前是隐形的 凶手阿米尔曾于1992年在拉脱维亚 被新贝特轰作三个月 对于国家领导人的安保措施了如指掌 更为严重的是 阿米尔还持有新贝特发给他的工作证 使他能够越过安保人员的一道道防线 最终在距离拉宾总理 近有两米的地方顺利实施按下 拉宾遇刺不仅使得和平政策的支持者悲痛欲绝 也使得一些不支持他的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的确 正如一位以色列记者所说 拉宾之死表明了以色列人同一性的危机 震惊之余许多以色列人对此案进行了独立的思考 媒体2003年曾两度救拉宾之死做公众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 举国上下绝大多数的宗教界人士和右翼组织成员 都认为拉宾之死的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而他们的怀疑并非是空穴来风 有报道称 在拉宾遇刺的当天晚上 拉宾的一个贴身保镖被谋杀并在医院接受检查治疗 而耶路撒冷的一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却回忆称 在1995年11月5日深夜 他们曾被召集到事发地掩埋一个身份神秘的政府官员 但是并没有记录显示此人的身份 而且工作人员也一无所知 此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对掩埋事件秘而不宣呢 这和拉宾之死又有什么关联呢 在拉宾遇刺障碗 案发现场由以色列人艾摩斯班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他在向法庭所做的证词中回忆说 就在拉宾总理遇刺荡满 我被紧急呼叫到事发现场 到那之后我发现 拉宾总理乘坐的凯迪拉克车就停在入口处 当时的情景让人感到非常阴森恐怖 等我小心翼翼地靠近汽车 并向你望去 我心里一颤 我发现车后座中间有一大片血迹 而且在司机驾驶位旁边 也有一片不小的血迹 艾摩斯班还表示 当晚我一直在想 前座上的血迹是拉宾总理的保镖鲁宾的 而后来我突然想起 鲁宾和拉宾总理都坐在车后座 而且更为奇怪的是 鲁宾的伤口也没有过多失血的痕迹 那么架势位旁边的血迹 到底会是谁的呢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时 一位业语摄影爱好者拍下了现场 拉宾遇害现场也有一位摄影爱好者肯普勒 他拍下了的摄像镜头显示 凶手离拉宾两米开外 从背后向拉宾连开三枪 枪响后 拉宾猛然转过身来对着凶手 按官方报道 子弹是从拉宾背后射来 击断了脊椎 伤及脊髓 从常识上讲 脊椎如受这种重伤 连手指都动不了 拉宾却能敏捷转身 实在然而不可理解 人们后来发现 肯普勒拍摄的一些录像神秘消失了 当时主持抢救的巴拉巴什医生说 拉宾送进医院时以生命垂渭 他胸部受众伤 子弹穿透心脏大动脉 击碎了脊椎骨 医院报告显示 子弹从胸口射入 从第五六节脊椎骨射出 警方审讯记录也说 根据衣服和体内 残余的大量火药本尘判断 凶手精于射击 致命的一枪 是用手枪抵住拉宾胸口开的枪 而公开的报告 却是凶手阿米尔 在距离拉宾两米以外 从背后开的三枪 医生和医院报告都称 拉宾因致命枪伤大出血 书血八色 大动脉出血的拉宾 被保镖压在地上 然而警方在现场 竟然没有发现血迹 调查者怀疑 拉宾当时即使重担 伤势也不重 那致命的一枪 又来自德方 拉宾的专车司机兼保镖 达姆提 原本是一个赛车手 为私任总统开过车 当了二十年的司机 身手敏捷 惊艳脑道 他宣称呢 枪声一响 他就把汽车发动开了 但现场录像是 他先冲出车外 跪在拉宾的身旁 此时呢 汽车四个门都打开了 前后左右四个门全部打开 车旁呢都没有人 但是呢 右后门呢 却悄悄的最先关闭 几秒钟之后 他就奔向了车 启动了发动机 然后关上左前门 又探身 关上右前门 而富商的保镖卢宾呢 在后排 左侧呢是受伤的拉宾 另外一名保镖 关上左后门之后 车立即开走 伊赫罗夫医院 临近国望广场 距离拉宾遇刺地点 只相隔两条马路 步行不过一刻钟 汽车不出五分钟就到 但是 拉宾的专车 却整整的用了 二十分钟的时间 才到了医院 一到了医院 医院也没有做急救的准备 那么对此呢 司机达姆蒂啊 这样解释 他说他当时啊 非常慌张 在慌乱中啊 就走错了方向 迷了路 途中啊 问了一个警察 才找到了医院 在这受伤总理的防弹车 为何不直奔医院 却绕了一大圈 是不是在这段时间里 那名在车内 关上右后门的神秘人 趁机在车内开了致命枪 随后又从容下车离去了 当时的政治气氛十分险恶 人们普遍认为 在当时那种狂热煽动下 暗杀随时都可能发生 可是 新贝特的重要人物保卑处的 现场警戒 却是漏洞百出 更有甚者负责监视和凶手 阿米尔有联系的 反阿拉伯组织 艾亚尔的新贝特探员 拉贝夫 本身就是极端右翼组织的头 阿米尔半年前就放风 要干掉拉宾 他的一位熟人四个月前 曾到新贝特那报案 而新贝特始终没有把此人 列入重点防范的名单中 拉宾死后 佩雷斯也曾在一次讲话中表示 他认为背后却有阴谋 2008年10月 阿米尔接受以色列电视二台和电视十台采访时更表态 刺杀拉宾的行动受到前总理沙龙等军方领导人观点的影响 所有的军方人士都说 奥斯路协议是一个灾难 拉宾之死充满了众多疑点 然而进一步的调查需要政府的通力合作 这在政治环境复杂的以色列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也许这些疑点许多年之后都无法破解 拉宾之死或许会和肯尼迪之死一样成为一团迷雾 11月6日14时 以色列全国弃敌常名举国墓哀 以顾总理拉宾的葬礼开始了 位于耶路撒冷市的赫斯尔山以色列国家公墓 暗月第一回解的森业 为了向这位曾作为军队参谋长 而领导以色列进行战争 而后又领导中东和平的领导人致敬 葬礼完全按军队的礼仪进行 四十多位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葬礼 约旦国王侯赛尹在道词中说 以作为一名战士而生 作为一名争取和平的战士 而死去 纳宾遇死之前 从今满怀信心的期待着第二年的黏人 已完成两项任务 第一是从巴勒斯坦人实现全面和平 第二就是从叙利亚建立某种形式的和平关系 从而使得中东地区真正走上和平的轨道 纳宾遇死身亡之后 阿以和平进程有所放缓 但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旋律 也是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纳宾的继任者佩雷斯大力推动 需以和谈的进程 就是一贯被侍卫鹰派的雷塔利亚胡 在出任总理之后 也决定从西伯伦撤军 并取落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更大的自治权力 在他之后出任总理的巴勒克和沙龙 分别实现了从黎巴勒和加沙的单方面撤军 阿以之间大规模战争的阴霾逐渐变淡 而对贫民袭击的程度也不再像 七八十年代那样猛烈残酷 拉宾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和平主义者 或者说拉宾致死也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选择和平之路的原因 拉宾最终发现要实现国家的最大利益 要实现犹太人的最终幸福 和平是必有之路 也是唯一之路 拉宾是一个伟大的先行者 先行者往往要披荆斩棘 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认同他 走上了他所开辟的和平道路 正如旧约理所言 不要失身的物业 不要让泪水遮住了视线 所做之功必有回报 未来充满希望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战经典 我们下期再见 一支普通的国劳能手枪 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学子 一次草草策划的暗杀事件 撒拉热窝街头的一声枪械 点燃了巴尔干半岛的火药灯 席卷全球的战火 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百战经典系列成功 战争导火限制 萨拉热窝 这次是 感谢观看